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威斯康星州沃基沙县 昨天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 事故造成5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包括18名儿童 媒体今天披露嫌疑人身份 制造这起惨案的凶嫌 是一名叫做达雷尔布鲁克斯的 非洲裔说唱歌手 同时不少网民也拔出了 布鲁克斯一连串的犯罪记录 官方的公开资料显示 这一名非裔嫌疑人 之前犯下的罪行包括性犯罪 家庭暴力拒捕等等 最近一次的犯罪是11月2日 而且就在11月19日 也就是开车撞人案发生的前两天 他才刚刚交了1000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 白宫卫生官员表示 现在95%的联邦工作人员 都遵守了拜登的疫苗规定 超过90%的工作人员 至少进行了一剂的疫苗注射 另外5%的人员提交 或正在等待宗教和医疗豁免权 该数据超出了政府的预期 联邦部门会在未来几天 进一步审查有关的疫苗 接种信息和文件 并且还会向未遵守规定的工作人员 提供教育和咨询程序 拜登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与联邦政府 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 也都必须遵守这项疫苗措施 纽约州的司法委员会今天表示 他们获得了律师事务所长达60页的报告 详细的介绍了所有有关前州长古墨的性骚扰事件 委员会还将其称之为压倒性的证据 这份报告包括了数万份文件的审查资料 电子邮件 短信 照片 电话 录音 社交媒体账号和记录影片 另外 该报告还发现古墨要求一位高级官员 帮他编写的个人书籍时 花费了大量国家资源和财产 至少帮助其获得了520万美元的个人利润 除此之外 调查人员还发现古墨故意把疗养院设施以外的死亡人数 排除在该州的卫生部报告中 从而为这位前州长树立了一个抗议英雄的形象 劳工部今天宣布从2022年1月30日起 在与政府机构签订合作的承包商中 所有工作人员的每小时工资将不得低于15美元 预计这一变化将会影响大约32万7000名工人 此前的时薪是每小时10.95美元 然而许多人将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加薪 由于这项新规定只是用签署新合同的承包商 因此部分工人可能需要长达三年或者是五年 也就是老合同到期之后才能获得最低工资的提高 基督教援助部门发布了一份声明 称此前在海地遭到绑架的17名传教士中 有两人获释而且精神良好正在受到照看 声明中还提到虽然他们为这一次获释的结果感到开心 但他们的心会继续与被关押的15人同在 海地近日来与帮派相关的暴力和绑架事件不断激增 政府也敦促美国公民即快离开海地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